叫尖瓢瓶買空殺我都行 就是這句話黃毓民被索償 結果互發心事的謝偉俊被黃毓民狂兵 事隔兩個星期黃毓民在立法會補選贏了 好了這句話就激怒了另一個議員詹培中 他說黃毓民惡意中傷 有關言論在報章和YouTube廣泛轉載 搞到他聲譽受損 他就發律私信要求對方道歉 不過黃毓民一聲道歉都沒有 於是就入稟告黃毓民被謀和要求賠償